半導體的行業獨立分析師啊 是在社群平臺X上面是分享了業界傳出 這台積電的兩奈米製程晶片試產 這良率突破六成是優於預期 那如果按照這個進度 明年量產的話 渴望成為全球最先進的製程技術 不過這則發文僅僅公開九分鐘 他們的競爭對手前英特爾的執行長 季辛格就隨即發文嗆聲了 他說這良率用percent來做比較 恐怕是不合適的 不過網友也反問了 那英特爾的這個良率要如何描述呢 是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而根據最新的調查 第三季前十大晶圓代工營收排名 台積電依舊是以百分之六十五的市佔率 是穩居第一 那三星電子呢是穩居第二 不過呢 他是從前一季的百分之十一點五 降到了百分之九點三 而這也是三星電子首度 突破了這個百分之十的門檻 這也是唯一的既營收衰退的公司 另外像是中國的中興國際也以百分之六的市佔率 晉升到了第三名 而剛有提到說市場傳出台積電的兩奈米生產線 目前是市產表現良好 預計二零二五年就要量產兩奈米晶片了 而第一波採用的可能就是蘋果的iPhone十八 Pro的晶片 目前這個製造技術也正在台積電的新竹寶山廠來開發 準備好之後呢 也將轉移到高雄廠 不過另一方面川普將上任 美國總統外界也會預期說 這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恐怕會被要求提早要赴美投資 對此國歌會的主委吳成文也表態 他說台積電在台灣的兩奈米先進製程 預計二零二五年量產之後 台積電進入下階段的新製程 才會討論是否要擴散到其他的國家